反方 知难而尽 更需要智慧 我重复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知难而尽 更需要智慧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 有请正方一面移步到讲台 您的生论时间为4分钟 即时将会您开口发言后开始计算 有请 好 问候在场 各位 首先 我方今天的面移是 知难而退 比赛难而尽 更需要智慧 先来明确几个定义 知难而退 数字哪里 数字左转 见可而行 知难而退 均是善政 意思是说 当你在向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 发现前面道路上有很多困难 这时候退步 画一条更简单 更低于打到这个目标的路 然后去走 再来看第二个定义 就是我们今天考虑的这个智慧是什么 智慧 我方在这里把它定义成 需要思考 就是思考更多 我们说它是更需要智慧 需要思考更多 我们说它更需要智慧 需要衡量更多 我们说它更需要智慧 那么我方今天其实的 我方今天这个论点其实很简单 我方去看这个知难而退和知难而进这两个行为的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知难就是我们面临困难 我们看到去达到这个目标 有非常多的道路 我们看到其中一条路很难 但没有关系 我们知难而进的时候 我们就走这条路 我们看到难我们还是要走 明知难还是要走 这时候支撑我们是什么 是我们心中一种执念 可能是我们很有勇气 我们做这个决定是非常需要勇气 非常需要决心的 但不好意思 这不是智慧 那么我们反观知难而退是什么 知难而退是我 当看到这条路很难的时候 我先不要着急 我冷静下来 我看一看这么多的路 看哪一条路更容易走到我的目标 哪一条路能确保无疑地走到我的目标 哪一条路更有利于达到我的目标 我去选择那条路 所以说我们从这行为的本质 比较出来一个点 就是知难而退 知难而进 多一个什么过程 多一个衡量的过程 在这个衡量的过程中 我们考虑的是自身的利弊 我们考虑的是自身的现况 我们通过分析自身的利弊 自身的现况 我们做出一个非常理性的决定 而不是说知难而进 根据我们的勇气 根据我们大部位 我们就是这样子做 我方承认 知难而进 是需要勇气 需要决心 但是知难而进 在有些时候 不是一个思考的产品 我们知难而退 在这里更需要思考 更需要衡量 所以说我方认为知难而退 知难而进 更需要这 来看几个例子 首先近日 最近发生的第一个例子 苹果公司 虽然不放弃 他的造车计划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发现造车计划 他现在太不成熟 他没有经验 他审 他如果这个时候 他的难是什么 就是他完全对造车 这个行业 不了解 这个时候知难而进 是什么 没有关系 我不了解 我继续往前进 我还是自主研发 不断研发 不断努力 但苹果没有 苹果暂时搁置 然后去买了一家汽车公司 我们看到 他的这个造车计划 往前在飞快地推行 他的股票在飞快地涨 我们说 他决定去买 这个买汽车公司 这个决定 是智慧 第二个例子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红军的例子 当时在国民党第五次反围小的时候 在第五次围小的时候 红军他是 红军是正确地分析了一下情况之后 他那时候难是什么 他是对方有十倍于自己的 他打不过 他如果说正面去打那个红军的话 真的很难 这是他的难 但这个时候呢 他们冷静地分析了之后 他们决定 他这是王明的错误领导 他们决定还是去正面打 主力打主力 结果死伤惨重 这是自然而进 不是那么的明智 当我们看到 毛泽东这是这个时候出现 他带着人们去打游击战 他面临对方的主力 面临这个难 他不去前进 他后退 他找一条更容易的路 他去打游击战 最终他的这个选择 帮助中创立了新中国 我们说毛泽东的这个选择 智慧 所以说今天我方 其实关键就在于什么 是在我们选择自然而进 和选择自然而退的时候 是在我们自然而退 比自然而进 始终多一个很难的过程 所以说坚持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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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留步 请把关门面上来 请 时间为两分钟 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告诉我说 知难而退的意思是见机可行 对吗 见何而行 对吗 所以是有时候你有机会要前进的时候就前进 你越来困难的时候 你觉得发现前进不了的时候就后退 对吗 是这样的意思吗 所以对方请你认真说今天我见机可行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一个自然而进的一个体现 见机可行 就是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算难 就不在我们口中范围之内了 好 所以对方看到了呢 今天你告诉我们说 你的定义又成立在于我们可以见机可行的时候 可是你告诉我说 那个难其实不是他的难都不是困难的嘛 所以为什么会在口中范围内呢 对方要交代 对方要交代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见渴而行 我们发现渴的时候 这时候你还说他难吗 这是你能力发挥这个事情 你很轻松就可以做到 为什么 所以对方要交代一下 我们谈的是能力发挥之外的事情 对方 也不是能力发挥之外 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 所以对方的难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今天谈就是说 就是有困难啊 就是能力发挥外的嘛 对吗 不是那么轻松就解决得了 所以就是能力发挥外 你觉得解决不了 所以是你的难对吗 所以是你的难对吗 能力范围之内的是我难对吗 能力范围之内的是我难的一部分 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难之难 过后你退下来 怎样解决问题 怎样自考更多交代 就是说 我方发现这条通往通交道路上 有这个我们暂时解决不了的难 我方说 对方能力范围之内 两秒 横量一下这么多的道路 我们总能发现有一条道路 为什么自难而进不能 自难而进 你已经看到这条道路上有难了 没有关系 我也是隐重困难而上 我也是要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 找办法 创造智慧 去运用自己的知识 去解决办法 谢谢 谢谢 再来执行版方体验的部分 实际为四分钟 此时教会与您开口话以后 开始计算 有请 谢谢大家好 先访博对方定义 对方今天告诉我们 知难而推 就等同于见可而行 可是原点告诉我们是什么 见可而行 知难而推 君知善之业 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见可而行告诉我们是 见到机会而去行动 知难而推告诉我们是 知道难题而退售下来 所以这两个是 护皇概念的时候 请对方不要互 互为一堂 护皇概念 欧房主张的是 知难而进更需要智慧 开中允议 改变先行 知难而进 初处先行 左转定功六年 此时则是 赢政困难上 经义词为 再接再历 力争上游 是一种含道义的成语 反之 知难而推 不管是在 古代兵书的 术语 或是左转宣功十二年 意思是 作战的时候 遇到苦力的警示 就先行退兵 后来知难而推 被用来反指 刺行事 遇到困难的时候 退缩不前 困难是难题或错词 它可以是客观存在的 就好像 婴儿要面对跌倒 才会学会爬行 小学学生 也学会一要三 才会学会一加一 它也可以是因为 自己的喜好 而体观存在的 就好比我喜欢弹钢琴 考第一集的钢琴 考第一集的钢琴 就是我难题 知会在佛教里指的是 心灵领悟的成果 与聪明不同 知识渊博 不能称作为有知会 仅仅是聪明 而有知会的人 是悟道的人 然而 哲理学家 雅里士多德 曾在 行额上学中 指出 知会是世界本源的知识 也就是说 知会的人 知会是人发现原理 创造和运用 知识的能力 我方认为 知难而尽 更需要知会 基于以下两大层面 第一 在技术层面而言 知难而尽 需要的是 更高层次的知会 来解决 更高层次的难度 进与退 这两者的差别 是进者选择 以被战的状态 在挑战区里 正面面对问题 退者选择 是以气状的状态 在安全区里 逃避问题 一者被战 一者棋战 一者在挑战区 一者在安全区 一者面对问题 一者逃避问题 何者需要更多 层次的技术和智慧 来应付各自的状况 答案不言而喻 从古至今 人类的社会 是一个面对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人类每次的进步 都是突破瓶颈 才会跨前一步 需要极大的发现 创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大云之水 必须发现问题根源 改革 改革 创造新知识 疏导和穿 才能根治问题 反之 遇到洪水发烂的难题 退到底需要 多少的智慧 现今社会 无论是学跆拳 到底是学钢琴 一级都比一级难 观光难过 观光过 我国羽球一哥 哪多一中尾 知难而尽 明知三牛母 偏向五三行 羽球训练过程中 需要面对压力 未知 与训练未达的失落感 再来规划时间表 分析对手弱点 到积极悲战 都需要高超的发现问题 运用知识的能力 反之 退走 不再其位 不谋惜之 何来发心失去跨籍 何来需要运用更多的智慧呢 第二 在悟性层面而言 知难而尽的伟人 比我们一般人更拥有舍己为人的一个太多 悟性的智慧 有的人死了 他却活着 有的人活着 他却死了 人生在世 不是每个人都会了解 国家有难 体肤有责 而这种超越一般人的高悟性智慧 面对黑暗眼界 却拥有 却勇于追求民主意识的安条书籍 极力为印度争取独立的干地圣雄 换卫大马华文教育的华教徒魂林林玉先生 他们没有知难而退 他们选择了正义应战 让我们敬佩到不值他们的勇气 更是他们高人一等 比凡人看得更高更远的互信智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那些 面对不公平却勇于看 踏出第一步的人素人指定 谢谢 谢谢广播小兵 请正方三变上台秩序 时间为两分钟 各位好 先串一下你对知难而尽的理解 你觉得知难而尽和知难而退的差别是什么 一者是迎着困难去前进 一者是我看到困难去退缩 所以我可以总结一下 知难而尽在您看来是解决问题 知难而退的是逃避问题直接放弃 是不是 看你你会显示到他可能没有放弃 可是对我方来说 我们是说他看到问题 他会退缩 但是知难而尽会的一个状态 好没关系 看到问题会退缩 没关系 进步以来顺着您进行讨论 您告诉我 在知难而尽的过程当中 更需要智慧 第一个论点是不是更重要 但是更需要解决问题 他有更多难题要去解决更高层次 更多分别 有更多难题要解决 我请问一下 举个对点的类底 如果今天我方思维编有发现您方打得非常好 于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难而被棄赛 回过头去 学校会不会遣责我们 会呀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智慧 需要 可是对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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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解释 对吧 你退下来过后 你要确保 你有没有去前进去更改 如果你有这个态度的话 就代表你有知难这个成分在那边 你有解释到任何事情吗 对吧 你先跟我说我是你欺诈了过后 对 所以 对 对 解决问题不大 不多 对 那这个多少的比较您是如何做的 我们看到的是知难而经有面对问题 有时对面前面对到 所以我要面对的问题是更多层次更多的 谢谢 可是我们发现到 在知难而退过后 面对一些问题 我们也是需要正业面对的 意思 您方欠大家一个比较 对吧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没关系 没关系 来看第二个问题 您方的第二个标准是吧 我们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知难而经 就有在一些伟人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更高的故性智慧 什么是故性智慧 您方听起来试一下 就是我们比凡人看的更高 意思就是很像 我今天打个例子和安上书记 是吗 今天看安上书记 是什么好 像凡人这样 大概没办了 没关系 下回再讨论 谢谢正方方便 下来有请正方二便伯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口发言后开始计算 感谢曾经的主席感谢对方面 首先纠正对方便有几个谜言 第一点 对方的意思其实非常简单 知难而退就是放弃就是退缩 知难而尽就是解决问题 我就是迎难而上 那么首先 他没有说我方抽还配你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从哪里查的定义的 再者 从面提上来说 如果放弃和知难而退真的有关系的话 它是有的 那么什么时候它是知难而退呢 当你的目标难道没有意义 难道你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选择直锁 我退你 这个时候的放弃就是知难而退 那么对方便有 其实观点很简单 就是扣我方你知难而退 你就是一个懦夫 你没有能力 你没有勇气去解决问题 那么同样的 您在推我方极端 我也同样推回您的极端 知难而尽就是莽撞 就是冒失 所以 双方都推到极端 双方其实都不需要制度 那么对方便有您如果非要比较这个极端的话 好我可以陪您比较一下 我放弃我起码还要考虑考虑我放弃 我起码还要考虑考虑 我放弃以后怎样止损 怎样减少我损失 而你冒进就像张飞打仗一样 他需要智慧呢 他一点也不需要智慧 再者 对方其实举了一大部分论证 其实观点就是非常简单 对方规矩到一点上 就是对方的知难而尽 需要的其实是勇气 不是智慧 当没有错误的人认为 勇气就是智慧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徐楚李逵这些人 他们有没有勇气 他们非常有勇气 但是他们有智慧吗 大家想一想 显然是没有智慧 大将军赵子龙 一人单计救助 一身都是胆瘾 人被夸奖 那么知识他们是什么 是智慧吗 显然是勇气 而我方认为 知难而退更需要智慧 理由如下 首先知难而退 需要更多的衡量 需要更多的思考 因为知难而退 你要分析各种 途径上的可能 要选这种最简单的路径 去实现你的目标 那么你知难而尽 你已经镇定了 我就要用这种路径 实现了人生价值 你不需要分析其他路径 所以从衡量更多的角度上来看 知难而退 你需要衡量的更多 所以更需要智慧 再者 对方便有知难而尽 其实是以价值看天下 是一种信念和毅力的表现 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精神 是与难题抗争到底 而知难而退 则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我们以利益看天下 我们一切以自己的 如何简单的实现目标 为我们最终的目的 想要站在利益考虑 问题更需要智慧 很简单的例子 春秋战国时期 吴越争霸 而越国大败 越国国军勾建权的 落心长胆 知难而退 那么如果按照您的观点 知难而尽 他计划应该在 应外如山岛的情况下 举国去攻打武部 结果非常简单 越国不让未够灭掉 但是按照正式记载 他知难而退 最后灭掉武部 所以知难而退 更需要智慧更加用事 感谢这方面 请您帮二边 请您入座 请板方三边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大家好 有没有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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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一下您帮的那个知难而尽 有没有知难而尽 请问一下 知难而尽 我们就可以边想边冲 边想边解决问题 可以 好 确认了 第一个共识 知难而尽 可以边想边解决问题 话说 请问对方没有 第二个 你知难而退的定义 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思考很多 很多管道来说 会解决的问题 呃 请问看朋友 你建计 你建计 对方没有请你跟上我的角度 对方没有请你跟上我的角度 对方没有请你 现在我们分手 你就可以讲什么 所以对方没有我想 请问你 你发问那个 知难而退的定义 是不是建计行事 嗯 是 对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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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一个挑战区 是一个不能 对想像 知难而尽 你是不是说 我站入那个挑战区 我站入那个挑战区 去解决问题 对方没有 你站入挑战区的 对方没有 我只要问你 我只要问你 是不是 是吧 后面解决问题 对方没有 你再问我 是或者不是 就是进去解决问题 对方没有 对方没有 对方 对方 知难而退 是不是说 我站在安全期 去分析 那个问题的根源 如果我有一个好的方法解决 我对一下来 我可以不理解成 它一走是挑战区 一走是安全区 然后 安全 但是我站在一个 安全的地方 其实对方 还是有 如果有 对方 对方 我只要 我只要 确认一下 我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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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 对方 我是说 思考的问题 你 是站在安全区 我是正在挑戰去思考 不能這樣 不能 因為當你決定你要進而退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決定進以赴解決問題是不免的事情 好,對方不要 這個問題我們先要給你問 對方我先請問你 你告訴我們說 自然而進 謝謝 謝謝反方三遍 再來有請反方二遍博論 實現為三分鐘 即時將律師開口關以後開始計算 有請 謝謝主席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看對方 為什麼告訴我們說 自然而退址 自然而進多 需要更多的智慧 因為他告訴我們說 是多一層衡量的過程 請問對方沒有了 即時你方告訴我說 即時你是在一個 知道困難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 所以你退縮 你先備戰狀態 所以找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法 請問這個過程中 需要更多的智慧嗎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自然而進 他是正面對困難的時候 為什麼他就不能想方法呢 這是女方要交代 這是女方對我方而刻刻 因為你到時候 我說我就是魯莽先進 我就是有一股熱血 我就叫進 所以我要達到目標就可以了 可是對方完全沒有交代 為什麼女方這個定義可以成立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今天我們跟著先行所傳 宣公六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的定義 是這樣進來的 您的困難而上 他的這個故事是告訴我說 今天有一個兩個強國 一個強一個弱 他在那邊打戰的時候 他這個時候 他選擇 知難而退 所以他死傷殘重 這看到70年過後 這也是有兩個強國 一個強一個弱 也是在那邊打戰 可是那個弱的國家 他選擇 知難而進的時候 為什麼對方 這兩者都是在一個 作戰的技術裡面 來討論的時候 為什麼 警方的這個 知難而進的定義 就是衝著一個熱血 為什麼 就是沒有思考 這是警方最大的錯誤 再來 警方今天告訴我們說 今天有勇氣 不代表有智慧 可是我們告訴你的是 今天我們看到 知難而進的偽人 他是更比一般的人 可以挺固出一個更高的悟性 這是我們一般人做不到的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平凡人的話 那有國家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第一個先思考是什麼 是你開始思考自己的利益 你首先先思考自己的家庭 所以你在站不出這個立場的時候 你想知難而退的時候 只思考這一層面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這種偽人 他是誤出另外一個道理 今天我國家出現了問題 我要引難 不是說我要知難而進 我要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我要為我國家犧牲 所以這是靈方一般人做不到的 所以我方告訴你 是你的只需要智慧 可是我方是比你更高層次的智慧 所以是知難而進更需要智慧 再來 靈方今天我方沒有刻刻到 要承認靈方的知難而退 是一個放棄的狀態 我方告訴你 是今天我們兩者 都是要解決問題 可是在這個解決問題的前提之下 靈方決定的是什麼 靈方決定的是 知道難過後 可是你是備戰的狀態 在一個安全區的狀態 是沒有壓力的 可是我方告訴你 我知道困難後 我還是迎面而上 我在這個鑑賢的一個狀態之下 我需要思考的更多的時候 我要思考 將來我如果迎這個困難而上 我又面對什麼困難 我面對這個困難後 如果我失敗的話 我又要再退 這是靈方解決問題 靈方沒有達到一個層次 因為你靈方只知道 今天我的推動是什麼 我只要思考這個就可以了 所以對方 你只能達到今天第一層面的智慧的時候 我方只高退說 你自有智慧 但是我方的是更需要智慧的 謝謝 謝謝廣播客店 請您留步 請正方一件上來諮詢 時間為兩分鐘 我給結果 剛好 您好 我們可以確認一下對方的論 他問我剛剛說 因為自難而進 就肯定有一種捨己為人的智慧 她是 肯定有一種捨己為人的智慧 所以說她不一定要 可是我告訴你的這例子裡面 這種自難而進的偉人 是有一個更高的小性 自難而進的偉人 是有這個 但我就很好奇了 為什麼自難而進的人沒有 我給大家具 install 华盛顿是不是连任两届之后 发生他如果继续继任的话 美国会出现专制主义 如果那个时候的专制主义 他觉得他没有力量解决 他直男他退任了 是不是他有一种舍己为人的智慧 是不是 可能他想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 没有问题想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 这就是直男人 他是不是退下来 他退下来 没有 也就是说直男而退 同样具有什么 同样具有一种舍己为人的智慧 同样具有些人的智慧不整理 第二点 同样具有一个挑战区 所以我们站在挑战区里 和安全区里的比较 没有问题吧 是是 OK我想问你 挑战区来的就在这里 假设我现在目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不是要穿过这挑战区 OK 我是要穿过那困难 我在挑战区也要穿过困难 OK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对方没有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我可以 我就冲进这挑战区里面 然后我走过去 对方没有是一个不可能 对方没有 对方没有说话 对方没有说话 就是说我今天冲到这个挑战区里面 然后我从这里走过去 我是选择进去的挑战区 不从进去的挑战区 选择进去 然后再走过去 这样 是 所以需要多知这个应用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不能退一步 我们看挑战区在这里 我从这里绕过去 我走到前面 对方没有 这是不是更需要的智慧 我们是多远方法 对方没有是说挑战区 对方我们知难而进 也可以多远的解决方法 对方没有 知难而进 那这样三列车的非常清楚 就是选择进入这个挑战区 然后走过去 对 那我方今天的知难而退是什么 是我方不去走这个挑战区 我方选择一条更有利 达到那个更轻松的路 我方也可以实践 谢谢这么棒的一面 那也请正方向变国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使将会与您开口 发言后开始计算 请 各位好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解释的是 知难而退的定义 宁芳今天如何反过我的定义了 宁芳不我们决定了一个原点的部分 可是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在人类的汉语言成语里面 本来就有很多的成语 是两个成语连在一块的 什么意思呢 找比明修占道暗部陈仓 当我们想到暗部陈仓这个词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我们联想到 明修占道暗部陈仓这个词的含义 同样的 兼对于 见可而行 知难而退而言 他们也是汉语言当中 这两个连起来的成语 当我们在看到知难而退的时候 我们也会想到 见可而行 知难而退的这一个整体的概念 所以您帮助我方的这个反过 并没有论 反过到我们的立场 没关系 紧急着我们来看对方同学的判准 其实刚才对方论证上的问题 我方一点和二点 这个对方同学讨论够多了 在这里我方想说什么 对方同学的判准 这根本就是有问题 他问过我们指出一个 怎么样的概念 他告诉我们的是 在知难而进之后 需要更多的知识 所以知难而进就更需要知识 可是我们发现 事实上是要误语论 听不能够成立 什么意思 脚比今天我们和对方同学讨论 不盖房子和盖房子 哪个更需要智慧 对方说不盖房子更需要智慧 更需要力 对更需要力气 对方说不盖房子更需要力气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盖房子 你自己又没有一个栖身之地 这个时候你就要花费出 很多额外的力气 去躲避野兽 那如果你盖了房子之后 你已经有了这个房子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个 安身之所 那就不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 去回避野兽 那这能不能推论出 不盖房子 比起盖房子更需要智慧 好像不能吧 所以我方说 今天评判一次行为 需不需要智慧的关键 从来都不是在于 做出它之后 会付出怎么样的智慧 会遭遇怎么样的后果 而是对它本质而言 在做这个行为的过程当中 需要付出某些智慧 所以对方同学通骗的论证 都是离题的 那么比较过程 我方说 知难而退和知难而进 在过程下的差别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方一遍 已经给大家产生的非常明确了 在于知难而退的人 要选择一个最优质的 最简单的方法 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而知难而进的人 则是要下定一个决心 透过最难的方法 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那么就来比较 在做出这个行为的过程当中 何者更需要智慧 今天我方比对方 最需要智慧的点就在于什么 对方同学是以一个 价值的眼光来看待的问题 他们的知难而进 明知道有难 但是你还要进 也许是出于勇气 也许是出于这个毅力 但不一定需要智慧 但对于我方而言 因为我方的知难而退 要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衡量其他的道路 是怎么样的 然后从中选择出的一个 最简单 最适合我们的方法 我们比对方同学 多的是一个衡量的过程 而在这个衡量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付出很多的比较 我们要考量各个道路上 会不会我们带来的收益 是怎么样的 一会儿说 我们要考量各个道路的利率 是怎么样的 在这个过程 需要付出更多的思考 也就是更需要智慧 所以以上是我方的观点 谢谢 谢谢 谢谢这方三天 请反方一遍上台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最方今天告诉我们 健可而行和知难而退 是一个配套是一起的吗 对 是 想请问一下 对你方观点来看 健可而行是什么意思 就是见系行事了 所以想请问一下 当你见到机会而去浅进的时候 和你知难而退 我退下来的时候 这两点没有矛盾吗 没有矛盾吗 我先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时机 然后在这个时候 我顺应这个时机 遇上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你一开始告诉我 你要进 可是你过后 你告诉我 后面他最告诉我的 是知难而退 你又要退 所以这两点有矛盾的时候 对方的怎样解释一下 不是 我方是把这两个概念 就是当成一个配套的概念 对 所以他本质的 先退 我画一个角度 我画一个角度 给你看看一下 我知难而进 我可以可以看到 见机 我觉得这条路可以走 我去知难而进 看到这条路可以走 我们知难而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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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对吗 所以 最近几形式 尽可核心的情况之下 也可以配方在我知难而进的情况之下 配方这点 你会有更多的 定定步的成立 今天对方告诉我们是本质上的问题 请问你告诉我 你停下来思考 我过后有多一个思考的环节 对吗 多一个 不是 横量的环节 因为我们要选择一个最简单的路 所以就是我们要横量其他路是怎么样的 解释 然后做出我们的选择 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我前进的时候又不可以同样的呢 因为你已经认定了这个男的路 所以在这个时候 横量选择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对于二年根本没有帮助 所以你就不需要 对方 很荒谬的一点 今天我看到这个问题 我要解决这个数学题 你先告诉我 你可以想一想再去解决 可是我必须在30秒内解决是这样的意思吗 什么叫在30秒内解决 所以你的意思是告诉我 我必须直接去解决问题 我缺少了一个横量的过程 可是为什么我提的例子 那并解决数学节奏 我自然而近 我知道这题很难 一加一很难 可是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思考 去面对这问题 而你的 先点绕一个圈去思考吗 自然而别人面对问题 我麻烦了解决一下 谢谢广播一遍 最后有请广播三遍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将会与您开口发言后 开始计算 有请 大家好 在这场变入比赛 对方没有一个无疑点 刚刚说我们说 知难而近 知难而回 就是说我会说了 然后我思考 然后见机行事 这是对方有我们最大的命令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今天我知难而近 只请问我知难而回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跪下来 然后思考 可是对方别人有没有想过 今天我会 请问我今天 其实对方别人 他从几样子论证 见机行事 更需要智慧 今天对方别人根本没有论证 这个知难而近 需要智慧 举个例子 我说数学已很难 我知难而回 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对下来不做 如果我再换一个句子 我不知道数学已很难 但是我见机行事 是什么意思 我思考 我看你准备我去服输 然后前进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你见机行事当中 是有包含到 我们吃难而近的态度 所以对方别人 他是偷忘概念 对方别人的定义 不能够成立 就算我帮对方 就算我帮对方 不让对方的定义 成立也好 请问我们看到什么 我帮的是站在一个挑战区 你帮的是站在一个安全区 可是我们知道 解决问题其实有三副其量的 第一个你要思考问题 第二个你要了解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对症下药 就是说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你不再其问 你怎么不 你怎么能够知道 今天那个队子的苦呢 例如举个例子 您是中国人 我是马来西亚人 你们中国人 怎么会了解到 我们马来西亚最穷的苦呢 我是马来西亚人 他是美国人 我们马来西亚人 怎么会了解今天 今天美国的黑年努力 他之间的苦在哪里了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 你不登高山 你怎么知道 你不知山之高野 至于我不再 起位不谋其实的时候 请问了 我思考的问题比你 我要思考的更处也 我要勇敢面对问题 请问更全面 要思考更高一层的 有多一层的 衡量的态度 请问这不是 我方也能够套用吗 所以我们看了什么 今天对方表 其实只有唯一一个论点 就是说 就告诉我们说 有多一层的思考空间 所以看了什么 今天对方表 唯一一个论点 都可能被我们 都可以被我方套用 为什么您发生 可以成立我方 可以成立了 您这是不是知道 如何持续周光 不许把这一点的呢 再来第二点 今天对方表 告诉我们说 他今天还学了几个例子 他说苹果公司 一个造成的情况 我请问你 这个例子 只能证明了 苹果公司 发现一个失败的例子 而米勇告 只是发现了 一个失败的管道 并不代表 他支难而退 他只是选择其他管道 而对方表 这是一个 这本身是一个 错误化概念 根本 支难而退的 第一事情 就是被盗而持 根本和支难而进 是根本的撤不这样的关系 所以对方表 苹果公司的例子 不管哟 现在回到我法理想 我们看到什么 刚好欧欣的智慧 我们 谢谢 谢谢 请您留步 请正方二面上台咨询 只剩回两分钟 对方便您好 您好 您好 请您是不是 您说 并算是最好的 放弃就是难而退 保留目标是难而进 对方要我可以加入 好了 那我请问你 黄古席代理 哥 对于长征这边在因子里是禁 哦,是一个禁 是一个禁,对吗? 那么它如果是长征是老公所限的禁是什么呢? 居方强死攻略 这是一种要思考罪 还是禁,对吗? 你认为战略转移就是禁 对吗?那是美专业,那是马克思 是不是?对不对 我没有说话 长征,战略转移,我跑了我都是禁 那也是禁 也是禁,对吗? 好,再问你 对吧,我不是错 我问你,这个卧薪肠胆 他放弃了,暂时放弃了复活这个目标 这是不是? 他暂时不去跟 如果对方非常紧张的 这些太多海价的心中话 自己禁的他都 那么我问你,投兵 这个投兵想保命 想回家 我都站在一起,我在攻打你 这是禁食队 也是禁食队那一问题 那么连投兵都是禁了大家 你不能告诉我们说 休息一下,你再说不出于 我再问您啊 您说投兵 我想打回来 我想跑回来 加入我的部队 我再学打你 这是禁食队 对吧,这是禁忌性的事物 就是说我思考 也就是您认为 那么在这个例子 在您的语言下 应该是禁忧的 因为你的目标还在 你还想打一下 他在心打一下 对吧 观众朋友们 大家想一想 连这个 连投兵都不是禁忧 可见对方的定义 有多么的无赖 对吧,在投兵 我是因为思考 对吧,在这一段时间 对吧,在这一段时间 勇气是不是等于智慧的 对吧 勇气不带的 对吧,为什么 这边就有关心 您一直在说 需要勇气 就是更高级的智慧 我没有说过 哦,也就是勇气不是智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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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气不是智慧 哦 是吗 哦,勇气不是智慧 那我不确定 哦,您不确定了 好,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这么大方面 在这一段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将接了自由给互体前 下来将是两分钟的 教练变寿记忆时间 在自己行个 双方教练 在教练提示行间时 请不要把任何 影机获取的 教育宣托 教练 健可而行和健难而行 也没有差别 见可而行和见难而行 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大家不要提出 对方问我想请问你 就是你今天告诉我 我没有思考我的考量 为什么我方 这个昂山书记的例子当中 他是没有思考 两人来击 来不要极限理性定义 在见可而行的证文当中 指的是我见好可以做的 实际就可以实行 而知难而行的什么 是我看到 我去专门去做这个 最困难的方法 请问你这两者是不是有差 所以这方面你只告诉我 今天见可而行和见难而行 一个最大差别是在于 今天我知道有计可成熟 我就签定 知道难这时候 退下来的时候 是领方的指难而行的定义 对吗 谢谢 指难而行和健康而行 本来就是意识的 刚才已经说过了 来请问一下 大云治水的时候 一开始使用的是堵的方法 后来发现堵不显开 采用输的方法 为什么在领方上有这样 一方面 堵的不是大云治水 这样因为你不要骗我了 大云的方法 才是用堵的方法 大云是疏痛 不是恨坏 所以看到吗 他最后没有失败了 不代表指难而退 失败了 他可以作为潜力 他现在在于进攻 这指难而行吗 来 大云你还没回答我 杭山书记的例子 拜托请回答一下 来 大云那个例子是这样的 大云看到他爸爸 用堵的方式来制作也很难 于是抽到他的输的方法 为什么不信同退 大云为什么要退呢 他现在大云继续 他没有对问题 他没有讨在精神上来说 我还是要解决他的问题 为什么这是一个退的底线 我顾米班 大云你要说什么 大云再三提醒 回答我杭山书记的例子 拜托 大云其实可口声声在说什么 是我这个人 只要所有的行为之中 有一点点进 我这个人心里有一点点进的心态 就叫知难而进 大云那能不能取出来 一个知难而退的例子呢 对方便有问题就是 你全部一直不是一点点知难而进 问题是他们都想要进 他们态度都是保持着 想要进的态度 大云而反而对方便 你想 他有帽子是什么 他有帽子就是 就是只要你有一点点的休息 你就是知难而退了 对方便开始就这样 在靠狗的方法 大云会不会有情 你搞说 哪个事情是知难而退的 可能对方今天 面对一个数学题 他解决不了的时候 他敢退下来 不才是解决的时候 就是知难而退吧 可是对方 如果也是在一个安全区 去想的时候 你是没有降过压力的时候 为什么是更需要智慧的 不是休息一下 就叫知难而退 是换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叫知难而退 来请问你 就拿刚才你举的 从昂三初期的例子来说 如果昂三初期发现 在他国家里面 争取民主 这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 是寻找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追求民主 更需要智慧 还是用最难的方法 一直用最难的方法 争取民主的方法 那对方便我想请问的是 如果我知难而进的时候 我想看到这个问题 我赢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就不需要考量 就为什么就不需要思考呢 来 您无非就是告诉我们 在知难而进的 功能当中 需要解决有很多多多问题 可是请问一下 就拿我刚才打比赛 棄赛这个例子来说 知难而退过后 是不是也需要解决 很多的问题 两者需要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您会特别 所以对方今天 跟我们讨论的是 知难而退 然后过后我们慢 是对吗 没有 我是在打您的概念 您刚才把知难而退 定位放弃之后 关于我说 知难而进的功能当中 需要解决很多的问题 现在想请问你 拿刚才那个棄赛的例子而言 知难而退的功能中 需不需要解决问题 对吧 对方便 今天我们在面对这惊变 你没有去解决问题 这种问题依然存在 你没有解决你逃避了 然后你引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教练上责骂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个难的 所以对方便 你不要把这两个难 讨论一谈 再来回来这昂山初级的例子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昂山初级是一个没有思考 没有考虑过的一个人呢 对方便 也就是您的意思是 只要我经过思考 做出决定 为了目标奋斗 全而为敬 那怎么会没有指出一个 知难而退的例子 那有可能在你变了 考试的时候 你觉得它很难 你放弃我 不要考试我 气势 这就是你知难而退的例子吧 想请问一下 对方不谈安山初级 我们来看 盛逊感递好了 他如果你说 他们有同样的一个 环节 就一个过程的话 请问如何 他自己 自语学 刚没有 刚没有 气势也是 按照对方的逻辑 气势也是一种 知难而进的表现 为什么 因为我气势之后 我就要想到 我怎么应付我的家长 怎么应付我的老师 所以刚没有 这也是经过思考 而之后才做出的行为 所以在这方面 我的概念 根本就没有知难而进 根本就没有知难而退 这个概念 错了对吧 今天我高学生 知难而进 是我知道 我这个考试很困难 我想去解决它 我努力的去读书 所以我看到 甚至因为我思考 我要怎样去考好 我的成绩的时候 比你多一层过程的时候 是不是最好 我怕得知难而进 更需要注意的呢 所以这是不是恰恰说明 当你如果自难而退 选择放弃的话 是后 也会带来很多 不可避免的连锁效应 这些连锁效应 你也需要解决 那您不可比较 您方向上 所以我们还要讲 就是今天自难而退 面对不好的问题 每个人都会去解决 每个人都需要思考 没有 您其实还在纠结一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 放弃才知难而退 那么其实这个人啊 他不管气势还是如何 他的一个目标 就是实现他的人生价值 然后最方便有这种 这种逻辑 这种自杀 才是自难而退 希望不是的 我方说的是不是啊 他有可能会把 他有可能不去那个面对 不去面对的问题 那他 Diana也算是难退 想请问一下 对方连锁 爱串书琪 这种概率 不谈的话 请问有任何一个人 是有机会的吗 王三书琪那个例子 已经回应过了 来再打你第二个 故性的概念 请问你 今天对一个 自难而退的人来说 可不可以有比较高的觉悟 就比如说 在人类面对克隆人 可能会危机 人类社会伦理的时候 我们依然选择放弃 这是平德高家原德的了解 那没有错 那没有错 如果他放弃 他选择另外一种管达 那种是静的体现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心态上 还是有一种 还有一种静的态度 所以这本身 是一个静的体现 是自难而进 对方连锁 请问你 昂尚书琪 他思考过 他要去奋斗 那个错证 那个问题之后 请问了 思考空间 不是来得推达 思考空间是有的 先反正第一个问题 对方没有 还是在把我们的 自难而退 说能是放弃 对方没有 如果说自难而退 是放弃 那对方没有 自难而进 是不是就冒进了 我一股脑子 热血往前冲 需要什么智慧 对方没有 对方没有 大家说了一个问题 大家说 前进的段路上 需不需要衡量 需要衡量 对方没有 但是如果说 你前进的路上衡量 你改变了方法 你还叫自难而进 对方没有 所以总结一句 今天我们自难而进 你也需要衡量 你也需要思考 对方没有 不用解 我们再来谈一谈 对方没有 你再告诉我 你今天比较喜欢 谈的例子就战争 就战争 你告诉我 今天你自难 而退出进口而行 这两个都不是 不同的 一样的成立吗 来 您方不需要衡量 因为我方讲的衡量 的意思是 在众多可以 达成目标的方法之中 通过不断的衡量 不断的比较 来选择 那个最简单的方法 您方根本就不需要 这种衡量 来 还是请问您方 对方的问题 回答我一下 克隆人的那个意思 当放弃的时候 甚至也可能需要 高占人 可能对方的手冠是放弃 可能对方的手冠是要退 可是他就看到 还是要进退 这是一个自难的态度 请回应对方的问题 先告诉你 就是今天我们 我绕了一个圈子 你告诉我 自难 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去解决 为什么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解决 就不需要思考吗 因为我要思考 所以我要选 最简单的方法 最直接往前解决问题的头 所以需要更多的智慧 实在于思考 无论是克隆人还是AI这样的技术 人类现在都已经有明文的法令 去严禁限制 然后限制他们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时候 退的时候 实际也需要更加领土 所以克隆人 今天知道这个困难出现的时候 他是迎面而上 不看到是他穿到各种滑袋 限制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看到是他想要解决问题 现在是知难而进 谢谢 来我再重复一次 克隆人的例子也好 AI的例子也好 从来人都没有想要 在这方面进过 因为他根本就是严重 冲击了人类社会的安全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需要高摘远处的智慧 以后 一方节便 和我们论证一下 为什么一方更重要 这方面我一直在 无限缩大 自然而进的范围 而无限缩小 自然而进的范围 这方面我按照这方面的逻辑 有一点劲 就算自然而进 那是不是只有跳楼自杀的人 算是自然而退的 没有可见性的 没有 谢谢双方便手 比赛进入最后一个总结成织的阶段 先行反方四面迎出中央讲台 您的总结时间为五分钟 即时将命运营开口发言后 开始计算 有请 大家好 今天我们双方都在交据 纠结一点 就是定义上的问题 我帮对方以我方的人 以性下概定义上的问题 今天自然而退 我们说什么是自然而退 对外没有说的是 立可见机而行 自然而退 君之善正也 所以今天对外没有 你看到了吗 这个虽然你告诉我说 它是一个配套 可是对外没有 今天老师教我们的说 是教这一个配套吗 他不是把这两个成语 分开来教吗 再来你告诉我谈谈这个配套 好了 就很像你看到吗 我脸上有很多青春痘吗 我今天用一个美容配套 我今天要用洗脸 我用我洗脸刷 再用我的这个收缩水 来这个收缩我的毛头 所以你看到吗 今天你是用这个收缩水这个好处 来告诉我今天这个洗脸的好处 因为你都要做 它是一个配套吗 我们要这样子来用 可是对外没有 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看的 我今天跟你谈的是 洗脸刷就是洗脸刷 你不能用全部配套来做台 因为这本身是不一样的 概念的问题 今天怎么说呢 今天对外没有好 就算对外没有要用见可而行 我站在对方的散场 和对方没有讨论下见可而行 现在我们下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其实你见可而行 怎样去解决这问题呢 你自然会用怎样去解决的问题呢 所以你看到吗 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顶多在哪里 看对方便所说 我知道对方很强啊 我必而不在 可是在这个精变的时钟 这个难题 你没有面对我的时候 你没有面对难题的时候 你所需要的智慧是什么 其实你所需要的智慧 就只是我知道难题后 我退了下来 请问在这个退的过程当中 他需要什么难题呢 对方没有告诉我 非常的荒谬 他告诉我说 我要面对被教练折骂 所以被教练折骂的时候 这又是另外一个难题了 对方没有 你要把这两个难题分为他 一是精变的难题 第二是这个教练折骂的难题 而面对教练折骂的难题的时候 对方没有 你面对教练折骂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 在这个难题之中 你是自然而近嘛 因为你必须说服你的教练 因为对方很强啊 所以我贵而不赞啊 所以看到吗 在这种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在自然而近的时候 其实看到吗 我们所夺方的 想要告诉对方就这样 因为一个一个一个难题 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 不能混为一谈 混为一谈 然后这样子讨论下去 就没有意义了 再来为什么我方首说 对方越是安全区 而我的是挑战区了 因为今天对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下 今天我是把那面题 放在我眼前了 我今天站在战场上 我要去攻打对方了 所以攻打对方说 我必须要想 我要怎样赢对方 而且我要怎样避免我的伤亡 所以这时候 我这个问题就要来的时候 我就要更需要 不会去解决 我就很像亚里士多的首说了 创造以及运用知识的人 这就叫做智慧嘛 然后对方没有 今天对方没有的做法 什么 我退下来 我退下来 在那边看 其实你退下来 你看看这个打仗 其实你有什么智慧可言呢 你就只是看到问题 战场很难 所以退了下来 然后接着 对方没有 他套我方的帽子就是 智南而进 就是直接往下行冲 可是我们看 在左传定攻六年时候 智南而进是什么 有两个战士 第一个战士 就是一个强大国 一个弱小国 他们在打仗的时候 一个强大的国 一个弱小国家 因为面对强大的国家 他不敢进攻 所以他选择退了下来 结果是什么 他自然而进 他自然而退了 这强大国家 你不敢进攻 把这弱小国家 给灭亡了 所以再来 我们看第二个 在七十年后 同样地方 同样地平 同样地点 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一个强大国家 一个弱小国家 然后这个弱小国家 他的选择是怎么样 他自然而进 可是他前进了 结果问题是什么 他胜利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自然而进 他是胜利了 可是他为什么会胜利呢 当中他是需要 运用知识的能力 这个时候我们才叫做智慧 然后最后今天非常荒谬 告诉我说 知识就是聪明 就是你多少 知识就是等同你多少 智慧了 可是最后你的定义 哪里来 没有告诉我 所以我非常质疑 你的智慧定义 我发现 智慧定义是什么 我们从佛教来看 心灵上的领悟 这个叫做智慧 这个叫做高悟性智慧 再来 雅里士多德 在行而上 学习中指出 发现原理 创造 以及运用 知识能力 这些也叫做智慧 因此 以下我发的稿是完全跟着智慧来打的 因为我们今天不知道告诉 我们不知道告诉大家 我们应该选哪个 我们只告诉大家 哪个更有智慧 再来我们看第一个论点 我们是告诉什么 我们今天在技术层面而言 我们看这点东西打赢你手 他必须突破瓶颈 一步一步向前走 这时候他更需要是智慧 因为他必须要创新打法 以及运用这种打法 来打赢对方 所以看到吗 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层面 当然在高悟性智慧而言 我们所说昂山出击 昂山出击面对不共识 他选择不是逃 他选择是知难而尽 知难而尽 他们要面对 好吧 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最后有请正方紫变 以后讲 中央展开 一个重点时间 后两位五分钟 即使将会与你开口 欢迎后 开始计算 有请 好 感谢主席大家好 邮逼友从头到尔 他们扣我的一个帽子是什么 知难而退 等于知难而弃 等于畏缩不前 那么同样的帽子扣给你 知难而尽 就等于帽进 请问邮逼友 一个帽进的人 他前进需要什么生命 他只需要往前冲即可 还有 如果我们就退到其他 我们来看一看 知难而退 假设真的等于放弃的话 他是不是依然就需要持续 请问邮逼友 畏缩不前 他或者是放弃 他好歹还需要解决问题 比如亲自的疑惑 比如教练的责骂 可是邮逼友 他又告诉我 我解决这个 亲眼的疑惑 解决老师的问题 这又是知难而进了 因为我换了一个目标 邮逼友 这就很有 回到您的另一个论点 您告诉我 前进时也会思考 请问邮逼友 如果您前进的时候 发现这条路有问题 你换了一条路 这叫不知难而进 邮逼友告诉我们 这叫知难而进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是为了 同一个目标 但邮逼友 也就是说 您方认为 只要是我们做过了考虑 然后我们再做决定 并且是为了一个目标 而奋斗的话 全部都叫知难而进 那请问邮逼友 人的动作 是不是永远都有目的呢 我逃兵有目的吧 我想保全自己的性命 我棄赛有目的吧 我怕丢别 请邮逼友 是不是人的动作 全部都有目的 所以邮逼友 人的所有动作 都是知难而进 那请问邮逼友 知难而退 到底是什么 邮逼友 你一直就穿 哪怕一个例子 所以邮逼友 您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 所以 我们不能用这个人 那么我们怎么比较呢 其实我方一二遍 已经提到 我们应该比较的是 知难而退 还是知难而进 这个本身 它到底里有更多 需要治愿 什么意思 我们不应该看 知难而进 之后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再看 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们怎么想的 也就是 我们应该比较 做决定的那个结点 而不是这个结点以后 丢别 您又告诉我们 这个知难而进 需要解决更多问题 我们承认 知难而进 的确需要解决更多问题 也需要 也需要很多之后 但是 那已经是进之后的事了 我们做出知难而进之后 这个决定之后 才走过这个挑战区 我们走过这个挑战区之后 才发现我们要解决问题 所以这是有一个时间先后了 这个知难而进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不应该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 第二点就是 退 依然需要解决问题 所以特别有知难而进 和知难而退 同样需要解决问题 你怎么认识 到底哪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更多 哪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更难呢 第三就是 知难而退 它同时需要分析多条路 我承认知难而进 走了挑战区 它可能分析的更全面 它可能对这个问题 了解的更透彻 但是知难而退 脱出了这个挑战区 它的视野都宽广了 你原本想到世界首次 你发现我只有做生意一条路 我知难而进 走进了这个挑战区 我拼命做生意 但是我知难而退 走出挑战区之后 我发现很多条路 都可以让我成为百万富翁 第一做生意 第二投资 第三卖房子 等等无数条路 我需要一次分析这无数条路 请问一条路 一条 每分析每条路的经历 其实不比 您分析一条路的经历差 但是我们分析的路更多 所以我们更需要 更高的证明 其实我们今天 并不是想否认知难而进的 勇气与坚持 但是只是想让大家思考 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人生大智慧究竟是什么 左转有云 见可而行 知难而退 君知证 君知善证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人生最大的智慧之处 在于我们知道 什么时候 应该干什么事 什么意思 当我们知道 这件事对我们而言 很简单 我们能够做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做 这是一个人生的大智慧 而当我们知道 这个困难非常难 我们很难解决的时候 知难而退 思考其他的方式 其实也是一种 人生的大智慧 在人们心中 其实我想 知难而退 就是等知难而弃的 今天我方就要为他证明 知难而退到底是什么 知难而定义是什么 知难而退 它就意味着 它本身就含有一个大乎观 什么意思 我知难而退的时候 一个人会不会 无缘无故的知难而退 不会 他傻吗 他已经付出了那么多努力 他为什么要知难而退 除非他是个精神病 那么支撑他退的原因是什么 他已经分析局势了 他发现局势 这条路不是最简单的路 他发现有更简单的路 所以他才做出了知难而退的决策 但是在这之前 知难而退 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已经把所有的路都分析到了 所以知难而退 它其实是一个更需要智慧的过程 我们在想 如果知难而进 更需要智慧的话 那么时间的所有人 是不是都不该知难而退呢 我们只坚持一条路 不解决他不就行了 那时间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举个例子 德国的纳粹坚持武力统一世界 如果他知难而进的话 不武力征服世界 绝不罢休 那么我们是想 假设他真的成功了 那么男某全类 不也是一场耗火 风上 我感谢 谢谢正方思念 赞正式结束 接下来 评讯将会有两个多个马充时间 我们刚才也在讲 没有什么特别 一定要投给那方的感觉 所以我坦率地讲 我存在跳跳格 我存在跳跳格 我先讲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 我之所以投给反方的原因呢 首先讲正方你们很冒险 你们本质上没有理论 你们本质上没有理论 你们其实只在讲一件事情 二者有区别 什么是区别呢 一者需要勇气和信念 而你们需要的才是智慧和思考 所以对 我方不热血 我方不中二 我方也不高尚也许 都是我们聪明 我们狡猾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困难以后 对对对对 你们很气汤吧 你们看到困难要上 对不对 我们不 我们聪明 我们找一条更好的路 这是你们的 这是你们全场 可以一一件事 我先讲 我在大赛中 极少听到一点轮 甚至我认为 你们这都不算一点轮 这算一个定义轮 这个东西 我特认为会有点风险 这是你们的风险 当然它很冷固 因为它只有一点 没有什么自洽 自洽的关系 只有一点 所以它很冷固 但是它很冒险 因为一旦这一点 被对方冲击了 那它冲击的每一个事情 都是你们整天 因为你这种一点 对不对 这是你们客观上 冒险的情况 所以你们整场 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你们需要思考 对不对 他们也需要 他们讲 他们所以很疑惑 他们问 为什么我在进入困难的时候 不需要思考 突然又不需要思考了呢 OK 这个时候你们的解决方案 在节变告诉我 节变这个小伙子站起来 对呀 我想比节变啊 对不对 比的是在那一瞬间的事情 所以你先给我讲 进去之后要智慧 跟我在进去的一瞬间 要智慧 你离题了 你讲的是进去之后要智慧 对不对 可是 你们也是退了之后要再进 你懂我意思吗 你们也是退了之后 我再找别的方法 所以你们是退了之后再要进 他们是进了之后再要变 所以你们都在做这件事情 在这一点上来讲 我会认为你们有一点优势 因为你们点出来 他们没有点那么清楚 但你们点得比上最比较清楚来讲 所以 但是在这一块 从国际上来讲 你们是退了之后 只拿而退而再进 需要智慧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是退大代表 你们要想别的方法 所以换句话说 你们目标没有变 用你们那个退赛的例子 OK 假如说今天七二的 这个目标是拿一个选购冠军 拿一个世界冠军 假如说 不好意思说我这言 假如说晶变比较难 但是有另一个比赛比较简单 所以你们的方法是知难而退 不退晶变 参加力度的赛区 所以你们不是知难而退完事了 你们是又进了 所以其实你们也是知难而退而再进 需要智慧 你们是知难而进而再变 需要智慧 这一点上来讲 双方只算是哪个弊 但是你们这边有点出来 会稍好一点点 OK 在这一块来讲 所以在这一是一个 核心的一个争议点来讲 我的判斥是 基本上双方是平的 在双方是平的同时 你们的唯一的一个 需要思考的一件事情 他们一直在攻击 你们全场没有给出一个 特别明晰的解释 除了那个比节点以外 而这个比节点 我认为双方是平的 不算是占优的情况下来讲 在这种情况来讲 所以我把我一讲 给双方 来讲双方 双方你们的论 尤其是智慧这个名义 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名义 因为在古希腊的 号体系里面 智慧这个词 本身就跟其他的聪明 知识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单独的那个 WDH这个词 跟其他的知识 这个词不是一个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你们的第二点 其实是一张 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点 比如讲 有点神雕下距里面 在你没有看 神雕下距里面 有神雕下距里面 是社交音传语 就是黄龙 就是郭靖背着黄龙 去找那个伊登大师 拿一样指救的时候 是给了伊登大师 一张图的 这张图里面讲的就是 佛祖舍己救人的一个例子 就是鹰要吃 那个好像是兔子吧 鹰说 鹰说你们要吃 那个佛祖把那个兔子救下来了 于是鹰说 可是如果你不让我吃兔子 可是我也要饿死啊 你这样叫什么佛祖 那佛祖的麻烦你吃我 你懂为什么 这是你们今天第二点 其实要打出来这种高智慧 这种无论是耶稣 自己受难救世人 包括这种佛祖 这种自己受难救世人 那种精神 是有大智慧的人 这种是你们应该能够 打起来的这种价值点 因为他们最有理论 而你们中的 你们的理论 其实上是可以有这样的 价值点的东西的时候 你们没有驾驭的更好 你们没有驾驭的更好 所以这是我觉得 非常遗憾的 但是这个点 我会很喜欢 我觉得它是一种 有大智慧的人体现 所以其实你们 今天讲的东西叫做 比他们的单纯 意义上的思考 更加高层次一点 就是你们的智慧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是一种领悟 世间本源的一种成立 这种 其实是一种 更高级的 这种更贴近智慧 这两个字的这种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OK 以及你们这场比赛来讲 会认为他们对于 就是边充边思考 边使用 也可以成立这一点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是成立的 所以在这一块来讲 我会把我的印象票 投给中方 投给反方 不好意思 所以我要听 后面两个人会怎么讲 我客观上来讲 存在跳票的可能 随后说一个事情 就是关于 我调证对方反方 在三变那轮 被秩序的关键中 虽然后面有点尴尬 但是他的逻辑我是认的 比如说毛泽东进行抗日的时候 进行长征战略转移这件事情 是不是一种进 OK 我在这块向来就开始 退 更多的是战术上的退 进更多的是战略上的进 同样面对当时的抗日形势 我所有的进 我无论是打游击战 还是正面抗日 无论是正面抗日 还是游击战抗日 然后达国的学生会说 还是游击抗日 甚至敌后抗日 无论哪种抗日 其实都是在抗击日本 抗击侵略 所以所有的这种东西 都较尽 我是可以接受的 只有什么叫退 光经费也要退 OK 日本打了 太难了 打了可能打不过 对不对 算了 不打了 那我多讲 这叫退 所以从这个讲话来讲 他的那套解释 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也是我讲的 我的印象跳 OK 来 欢迎订阅 OK 好 唱 我讲 我觉得这套比赛 之所以会很难看 的原因是 因为双方都有一些问题 给自己的面手 在咨询大便的过程当中 出现一种不知其他情况 约见哪时候 砸自己的大奖 什么意思 就是正方 我觉得如果正方 你的论调是这么简单 然后你一个点的话 那你何必要告诉大家 健可而行跟自然而会是同样一个概念 我不明白你把它弄成是同样一个概念 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如果把它弄成同一个概念的话 那你当然也知道 反正常的 其实它应该是不一样的概念 对不对 因为如果是一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叫知难 就是见急见可 对不对 所以从实观上它应该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没关系 你既然做到反驳 不过这样 在成语也好 演语也好 总有一些句子是不能拆散来解释 它其实要表达是一个境界 那我也还可以接受 但是它比较大的问题就出现在于 当它是同一个概念的时候 你有一些状况是解释不到 或者你在解释过程里面一定包含了 自然而进的部分 也就是说当机会比较流浪 或者风险比较低的时候 你总要进 那个叫不叫自然而进 这个情况会特别明显 当正方自本身没有对难这个字眼 下一个明确定义 什么叫可 什么叫急 什么叫难 这个部分是正方是空白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比较奇怪的 通常如果你是正方的话 那你应该对缘题当中 如果你的理论简单 没有直接 那你应该对缘题当中的一些试验 下一个比较笼统性的一个诠释 但是你们是没有 相反 凡方诠释定义上是比较好 包括对于智慧的诠释 但是我觉得 凡方他的诠释 智慧是什么 有分大智慧 所谓的那种无畏的精神 他可能也是一种智慧 因为我看穿了什么样的东西 但其实在操作过程里面也没有操作 或者你在操作过程里面 你是操作昂山素姬 干地生手等等 他可能知道A方法 史路不同 都选择B方法 我觉得 那好像也不太交错相关 我理解当中的智慧 但是我要表达 其实正方何尝也不可以用 正方其实 不会也是有大智慧的 你特别要考量点是什么 我牺牲自己的面子 但是我保全整个仅存的局势 那为什么不叫大智慧 那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双方针对我叫大智慧的部分 其实也没有正太多 也就是说你一开始给我形象上好的印象 你想可能要智慧 它可能跟知识不一样 它愿意看你是怎么样的领悟 你领悟到什么 可能那个叫大智慧 但是你后期的发展没有什么用 如果你们也没有对它的大智慧 有进行强迫或者有进行解读说 自然而退本身 也是可以是一种大智慧 对不对 那没关系 我觉得回到双方 其实在判决上 会有偏向于正方的一个关键点 正方所讲的两个概念 是不是同样概念 反方有猜戟 OK 那我觉得这个正方要丢分 也同样反方跟你讲 自然而退本身 好像感觉上什么都是自然而进的 就会给它演员 休息一下也较劲 退兵也较 逃兵全部都较 只要它不放弃 只要还有一口气 只要我没有亲口说 我去摆机后下 那我基本上都较劲 我觉得那个部分 也是我不太能够接受 反方在后期的操作 我觉得所以话的言之 在那个部分其实打平 双方都有一些 在题目上的诠释方面 我觉得那是不可要的事 有吗 那不可要的事 双方都有 那部分打平 那回到为什么 我会把印象标 投给正方的原因是 正方其实在后期的时候 有开始讨论一些新的东西 什么叫新的东西 就在讨论过程里面 正方其实有告诉大家 那自然而退本身 原本方有一个公司告诉大家 你其实讲的是两码子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正方的猜戏是什么 正方的事 是它或许 它真的是两码子的事情 但是这两码子的事情本身 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其实在每一个过程当中 每一层的退 都是需要有智慧 我觉得 你 我觉得 那个部分 其实是 主要功能 其实在于 总结 因为你是这个个表达的人 我觉得那个部分 你是有把它讲清楚 就 两码子心 又怎样 它是在退院过程里面 你为什么更需要智慧本身 是你们这一边 到最后 有给的 然后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 为什么会把印象表投给正方 是因为其实反方一直都没有发现 一个正方 尝试在我们大家的一个观点 什么意思 它告诉你 退本身 是可以让你更简单 什么叫更简单 是正方没有论证的 也反方从来没有功 你知道吗 反方功什么 反方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退的时候 可以找到其他方法的 我进的时候 我可以变想 变进的吗 也有其他方法 我觉得你只公告这一边 你应该往下 我们就是 为什么你的退 是更简单的方法 为什么更简单的方法 不是完全 处于一种棋局 而就不理 不理的是最简单 为什么不理 不叫做最简单 为什么最简单的 只要由你在退的时候 才找到 进的时候 不可以找到 不是因为你在进的过程里面 你思考的比人家多 所以你才更有机会 找到更简单的答案 这个部分 是反方完全没有攻击的 所以我会把我印象 不要稍稍投给正方 原因是 因为你那个 更简单的方法 本身是没有 给反方挑战到的 OK 就因为这样 所以我把我印象 掉落落 我怕你掌正方 因为我觉得 你们的两个概念 发辑成是同一个概念 跟他们表达 他的什么都叫做 耳心的概念 所办的事物 比重跟影响是一样 然后你清楚的就是那个更简单 就这样就到 谢谢 我的意见是 我也觉得很难看 因为 我先把我的判诊 先讲出来 我觉得 其实双方要讲的东西 到最后 其实都没有存在的 就是看 整场比赛的超过 那一个 我觉得 处理的比较好 其实双方 我觉得一开始 如果我们从原点开始看 看一开始理论 我红一评会 这样 几乎他其实是没有理论的 他讲的东西 后面很多东西 他讲的是 其实一开始他都没有讲清楚 比方说 他其实很简单 他讲的是 用智慧的那个 其实这是一个时机 就是我看见问题的那一刻 我决定 我要用其他方法 我用哪个 用智慧 只是在这一刻 但其实他后来讲了很多东西 比方说 我用简单的方法 后 我退以后 用其他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在 看一开始理论当中 谈过的 所以简单而言 这种方法 他讲的只是在一个 时刻当中 用智慧比较多 话是也没有多了 他讲的很简 他自己也常常很简单 就是我那一刻 多想一下 衡量一下就行了 但其实这一方面 我觉得 状况就是这么简单 但 反而这一部分 我待会会讲的 就是反方对于这一部分 我觉得最简单挑战的地方 其实是你们挑战的不过 法方今天我同意 其实你的理论是比较完整的 你们讲的是第一 我在继续进的过程当中 我会用更多的智慧 第二个是你说的 所谓大智慧的方法 我觉得这两部分 法官也没有好好地讲清楚 你们所说的 我继续走 继续用哪 为什么我用的智慧 因为这是双方今天的问题 就是你们很多手法智慧 很简单的量化 谁多的问题 到底什么叫多的智慧 什么叫更好 更难 其实双方都没有讲 所以双方都很简单说 多啊 你多 我少 所以很多时候 我觉得这种方在 东方当中说 你多我也多啊 你有的东西我也做 这很简单 把你拆掉 因为反方都没有很仔细的 所以说多在哪里 因为他很简单说 你说进的时候 我要用哪 我退了以后 像我退赛以后 我也要用哪 所以你有 我也有 其实很简单 那我同意 后面其实你也讲 程度多少 那应该真的比较难 是双方没比 但我觉得 反方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心想的 就是我知道你想要讲的 那一种智慧 我们叫大智慧当中的故性 说在世界当中 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需要 是一种退下来 或者是我们 我们知难而尽 知其不可为力为之的那种 但坦白说 我觉得讲得不太好 因为你没有解释清楚 我听到只有些人 人的名字 什么甘地啊 像素季 这方也是很简单的 说 哎 快离下来也要 你看法盛顿 他也要 但其实双方都没有解释 但反方的时候 很简单的 要到 我好像打平了 但在攻防当中 今天我最大的问题就是 反方 其实今天花很长时间 跟正方在争一点 就是 有一点下定义 就是 哎呀 什么交接 真的是难道退 退完以后再上 实时 我告诉你 在这场比赛当中 这一部分 对正方的利润 是完全没有 是完全没有价值 因为他讲的 退以后做什么 从一开始 他从来都觉得不重要 因为他真的只是 那一颗 那一颗 所以之后退 进 都没所谓 所以今天他 谈的智慧 不过是那一颗 那么简单 小小的东西 但我觉得可惜 就是 反方花很长时间 你们在打 都不是对方 真的要打的 反而对方 提到很多东西 都是他随意在回应 当中想到 然后跟你 谈的 都不是他 一开始要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今天 如果给双方 一点建议吧 众方我觉得 其实我坦白说 我有一点点失望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大赛当中 如果有这么简单的方法 去解释智慧的问题 我觉得 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其实众方有很多东西 可以讲 像刚才讲的大智慧 如果我说 中文有时候说 退的时候 比进更难是什么 因为 我进 我是顺着原来的 我去想东西的方法 去用我智慧 但退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逆向思维 可能我退的时候 我们看党账 我们常常看 看一个好的账 你不再静着收看 是看他撤退的时候 能不能有更好的准备 但我觉得 这种方 对于退那一块 怎样去利用 你们的智慧 是你一块 可以讲得更多 更要我明白 你的智慧 可能跟原来 我要坚持 大路上 用到的 可能思考方法 我用到的 思考的 智识 可能我要 从头 把所有的东西 重新计划 可能我就 能够得到更多 反而我觉得 反而有抓到一点点 就是你说 我要 继续进的时候 我可能要有 更紧细 因为我方向里面 在相同的方向下 我明知他是男的 可能我要 把以前 有更多的准备 我要准备得更紧细 比方说 我态度上 我要更超过的态度 我觉得这些 都是你们可以讲的 那双方可以在 智慧当中 可以在 济细 然后反方也要 在辩论过程 当中有时候 有一些可能 你第一刻 你的感觉 是我一定要 因为定义 如果我 中不一定的话 可能不要 对方太多 但有时候 辩论场上 也有放弃 有智慧 你要知道 可能对方 吃点的东西 就那么简单 所以如果 可能我要 其实并不是 给我那么大的 利益的话 在传说 你可能要找一些 其实可能最简单 已经可以 拿回方 多吃菜的东西 所以 总的来说 就是因为 正方 他在处理上 有一些 你们讲的东西 他腿力的比较好 然后他最核心的东西 我觉得反方 控的比较少 所以我最后 就给了正方 但 我也 有可能 会有那个 跳票的 先说一下 好 以上 感谢评审部 本场赛事的 比赛结果 首先 重复第一轮 印象票 正方两票 反方一票 第二轮 决选票成绩如下 第一张投票 反方 第二张投票 正方 第三张投票 反方 所以 第二轮 决选票 正方一票 反方两票 第三轮 分数票 成绩如下 第一张 平分单 正方得分 三百小鲜 三百七十五分 反方得分 三百二票 第二张 拼分单 正方得分三百四十四分 反方得分三百三十八分 正方得的票 第三章1分3 正方得分410分 反方得分390分 正方得分票 所以第三轮多数票 正方2票 反方1票 总结成绩 正方以5票比4票进出 恭喜正方 4变 恭喜胜出的队伍 与俊俊